今天给大家试试,来试试花枝小家的小天使唇釉釉,它家这款唇釉是那种很湿润的唇泥质地,就上嘴很舒服,上唇的话很轻易不拔干,就是很黏,就是像沙冰的那种感觉,随便拿一只,然后给大家看看它的质,黏黏的感觉,这个包装真的我很喜欢,那我喜欢了,我觉得很好看,尤其它家这种设计,就是很有设计感,很精致,先给大家手臂试一下它的颜色和质地,这支是W02,W03,W04,最后一支就是W05,然后现在给大家上嘴试一下,然后第一支就是W02契约天使,这支就是早 迷你踏实了,就非常春天,就是这个时间,比如我出去玩,我就会随便涂一下,就给了一种落寂寂的感觉,然后这支唇釉它上嘴的感觉非常绝,就是那种清雾哑光的妆相,就感觉我的春纹傻的就给我平了,第二支是W03旧书天使,这支就是很标准的那种干枯玫瑰色,这支就下来就是雾蒙蒙的感觉,然后就是显得人特别的知性,然后就是一个大姐姐的感觉,然后第三支是W04,是王座天使,这支的话大家一定要答应我去全装厚涂,这支就是特别特别纯的,酒红色女子的颜色,这个颜色我觉得很 迷人就特别有气场,强推这支颜色,最后一支是W05,审判天使,我觉得他们家的口红起的名字还蛮有特点的,就跟这个标志相符合,就是天使啊天使啊,我觉得这一支是人手一支的吃涂巧克力色,薄土的话就,嗯,如大家所见特别的温柔,这支厚涂的话就显得整个人特别有气质,就温柔中突发的气质,然后还特别有腔调,今天给大家试完了四支花子小的小天使传诱,然后呢手臂上颜色给大家回顾一下,W02,W03,W04,W05,我手臂上四支大概都是厚涂的感觉,这四 四支我觉得没有雷品,就是四种风格,四种感觉,如果大家不喜欢厚涂的话就可以薄涂,然后又是另外一种风格,总之这四支我都很喜欢,然后呢今天试试结束了,拜拜